今天呢咱们来说一桩 发生在河南商丘浙城县 一桩小镇上的续案 这事发生在2003年 农历7月21这一天 正好是这个镇上赶集的日子 我不知道各位您的老家啊 还有没有赶集的习俗 反正我们老家那有 就每个乡镇啊 甚至每个村子 这个赶集的日子不一样 有的是135 有的是268 反正就是都错开 那么这一天上午11点左右 赶集的人正好是最多的时候 卖瓜果梨桃的啊 卖各种各样蔬菜的啊 卖牛羊肉的 反正什么都有吧 还有做好了的县城的小吃 男女老少的一边买东西啊 哎一边说说笑笑 因为赶集一般情况下都是同村的同镇的 彼此之间的都熟悉 到现在每年春节我回老家的时候 但凡赶上赶集的日子 我是必须得去凑凑热闹 我感觉这才是人间烟火器呢 人间烟火器 换句话说 那就是人声鼎沸 乱乱哄哄 突然呢 就听见有人在那喊 快来人呐 有人杀人了 这一嗓子一喊 人群顿时可就乱起来了 有人打电话报了警 派出所呢 离着也很近 几个民警迅速就赶过去了 凶手啊 还没来得及跑呢 一副正亮正亮的手铐子 就靠住这个凶手的手腕了 这个凶手还是一女人 民警呢 把他推着就送到了镇派出所 与此同时 救护车也赶来了 把躺在地上的中年妇女 从血泊之中抬到车上 向县人民医院赶了过去 那么被刺杀的那个中年妇女是谁呢 是这个小镇邮电所的一名职工 叫韩宇 当年是35岁 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她的丈夫啊 也在这邮政所上班 并且呢 还算是个领导 叫刘和军 说这刘和军呢 也算是运气好 那年呢 刚有老干部退休 孩子能接班的政策 刘和军的父亲就谎报病情 开了假条提前退了休 让原本不该接班的二儿子刘和军 就上了岗了 刘和军刚一上班不久 就有不少人找上门说没 终于邻村有个叫韩宇的农家女孩 跟刘和军呢 就定了亲了 这韩宇呢 文化水平不高 但是啊 特别的淳朴啊 很贤惠 公婆呢 都挺喜欢 这刘和军呢 长得高大帅气 挺白净 尤其大眼睛啊 显得是那么多情 是吧 一笑起来 满嘴大白牙 加上能说会道 韩宇家的人呢 也特别喜欢刘和军 结婚没几年 先后生了两个女儿 也算是人听兴旺 俩人呢 生活算是和和美美 刘和军接班之后不久 靠着拉关系 就进了邮电所的领导班子 工资呢 也比之前多了 手里啊 慢慢的就有了点闲钱了 刘和军就学着城里人的模样 衣服穿的也挺洋气 还买了一辆摩托车 在那个年代说骑个摩托车 那就很威风了 很潇洒呀 正好这时候 县城邮电局调来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女邮工 办公桌就在刘和军对面 因为是同事就这么面对面着 俩人不久之后啊 这关系是越来越熟 日久生情啊 他们还真生了情子 这刘和军瞅准了空子 瞄准了机会 跟这个女人呢 就发生了关系 哎呦 这心里甭提多美了 他还琢磨着呢 我家里边两个闺女缺个男孩 我不如啊 和韩宇以假离婚为名 让我媳妇夺起来 等她怀了怨 生了儿子再接回来 你看 我找这个借口 我媳妇肯定也愿意出去 生儿子嘛 她一出去也不在家 那我跟这个姑娘 那我们就能同床共枕了 这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啊 想到就干到 刘和军回家之后 就跟韩宇商量 商量来商量去 韩宇呢 同意了 俩人就到乡里的民政所 办理了假离婚的手续 就把那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啊 哎 就带回去了 俩人就开始鬼混 后来韩宇可知道了 哎呦 我可上了当了 这个小没良心的呀 在亲戚的帮助之下 韩宇呢 找到乡里的民政部门 还有宪法院的领导 说明了自己假离婚的真相 又办理了复婚手续 刘和军虽然说心里不愿意 但是毕竟啊 还真添了个儿子 也算是弥补了心头的遗憾吧 哎 那复婚就复婚吧 办理了复婚手续之后 这又是一家人了 不过呀 韩宇和刘和军表面上是一家人 心里边互相之间可就有了裂缝了 确实 韩宇呢 心底善良 温柔贤惠 放纵了自己的丈夫 可是自己这个丈夫啊 鬼混成瘾 并且呢 妻子的贤惠反而助长了他的恶习 从这以后 刘和军还跟平时一样 与那个女游工啊 还是卧卧卧卧的啊 背着媳妇在外边吃喝玩乐 后来呢 干脆把这个女人也接回家里了 这韩宇一看啊 这是不让我在家里待着了呀 他呢 想到外边告丈夫去 可又怕一告刘和军跟他一离婚 那这三个孩子可怎么办呢 他就哭着跟刘和军说 和军呢 反正我也管不住你 你爱怎么混 你就怎么混吧 但看在咱夫妻俩的份上 我劝你啊 多顾顾家 多顾顾孩子 妻子越软弱 刘和军可就越上进 他呢 在这种偷鸡摸狗的道路上 是越走越远 利用自己送信 安装电话 存款取款 这些工作之便 和更多的女孩子有了接触了 特别是后来啊 他当上了邮电所的所长 别看单位不大 但毕竟他是一把手啊 手里的权力大了 弄钱的机会也多了 那些狐朋狗友啊 哎 慢慢也就聚拢过来了 再出去找女孩去 那自身条件好了呀 那么更能吸引其他女孩子的关注 他呢 就往往利用一些小安小会呀 工作之余呀 就赢得了一些女孩的喜欢 就请吃饭 买衣服 送礼物 给好处 反正就这些惯用的手段呗 先后就睡了十几个女人 他一琢磨 嘿 这世界真美哈 这世界真好 当领导太痛快了 想睡谁睡谁 后来呀 刘和军的父亲呢 生病去世了 父亲在世的时候 也听到风言风语 也劝过他 也骂过他 现在父亲一死 更没人管他了 韩宇呢 也一次次劝他 我说和军啊 你别管我愿意不愿意 咱得顾虑影响啊 这说出去多难听啊 每回韩宇一唠叨 这刘和军是爱听就听几句 不爱听就破口大骂 要么就是一阵毒打 打完之后一点不带惭愧的 还跟媳妇多对不起自己 是的呢 摔门就走 出家之后 基本上就是找哥们们 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啊 再打电话找那些女朋友们去 上班那点事啊 反正就凑合着应付着 能应付的就应付 不能应付的 那就让其他人应付 领导们后来也发现 这不是个干事的人 也批评他 每回刘和军呢 还拍着胸脯子说呢 领导您放心吧 下不为例 您饶过我这一回 我是绝不会有第二回 每回领导一看 楚楚可怜这样 再加上确实 也是邮电锁了一把手 你真让他下不来台 工作也不好做 再者说了 刘和军他爸爸就邮电系统的 这也算是有二代了 就这么着 刘和军一看 我怎么这也无所谓 更加无法无天了 正在刘和军 扬扬得意的时候 又有一个女人 走进了她的生活 这个女人呢 是一个村子里边的卫生员 别看就是村里的卫生员 但是穿着时髦 长得呢 也挺漂亮 这个姑娘姓柳 叫柳梅 这柳梅呢 比刘和军小十岁 正好是最漂亮的时候啊 也是能说会道 善于交际 善解人意 特别在讨好男人方面 那是真有天赋啊 每回一见着刘和军呢 是甜言蜜语 暗诵秋波 就那小眼神 哎呦 和军哥 哎呦 您又来了呀 哎呀 反正啊 只要这柳梅一瞅刘和军 刘和军浑身就发痒 刘和军每回只要听到柳梅的声音 是心花怒放 这心里啊 大根上那么痛快 这一男一女 那捅破关系 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啊 一来二去 就鬼混到一起了 他们呢 还都感觉相见恨晚 为什么呀 这柳梅是总算攀上了一领导 再说柳和军 我早想睡他了 总算是睡上了 他俩怎么混到一起的呢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柳梅呀 就给柳和军打电话 军哥 你到我这卫生室来 装个电话呗 柳和军一听 柳梅让我去装电话 不用别人去 我这大所长 我自己去 骑上摩托车 就去了 到了卫生室里边 梅来眼去 是越聊越投机 柳梅呀 那双大眼睛啊 忽闪忽闪的 一个劲的勾引 刘和军呢 把刘和军看的 那心里边啊 是哐哐直跳啊 装电话很简单呢 大伙都装过 都知道怎么回事啊 一会就装完了 装完之后呢 刘和军一看 哎呀 在这赖下去 也不合适啊 那啥 小梅啊 我走了啊 这时候 柳梅瞪了他一眼说 哼 军哥 你走吧 走了 你就永远别来了 那这刘和军 在面对柳梅挑逗的时候 能把持住吗 最终到底是谁 捅了韩羽一刀呢 这一天呢 柳梅呀 让刘和军去他们那卫生所装电话去 装完电话 刘和军假装就要走 柳梅呢 瞪了他一眼 军哥 你要是走了 那你永远别来了 那还 小梅这哪儿的话 不走就不走啊 这不正好 入了刘和军的心份里了 这么着 小梅 今天我请客 咱到饭店里边吃饭去 哎 不过有一条啊 我请客 你掏钱 嘿嘿嘿嘿 这事开了一个玩笑 柳梅呢 拍了刘和军一巴掌 跳上刘和军的摩托车 俩人呢 就去县城了 那一个晚上 俩人第一次发生了关系 就从这一回 在刘和军的心里边 以往那十几个小女朋友 还谁都没有位置了 我的全部身心 我的全部世界 就是柳梅了 在这以后 俩人交往是越来越密切 整天的不是一块喝酒 就是一块打牌 要不一块赶赶时髦去看看电影 这时候啊 柳梅也觉得 我和军哥真好 也离不开刘和军了 离开刘和军是浑身的不自在 刘和军去开会 去上班 那你这都是公布需要啊 那上班去 你总不能还带着柳梅吧 俩人不就见不着了吗 这柳梅就受不了了 哎呦 军哥 我半天见不着你都不行 就打电话 打传呼 实在电话打不通 传呼呼不着的时候 就写信 您各位说了 这不胡扯吗 俩人就在一个乡 离着没三五步写信 记都记不出去啊 哎 人不记 人把这信呢 自己放着 等什么时候刘和军来 什么时候给刘和军看 各位 这是那会勾引人的 小狐狸心的手段啊 用这种方式 就让刘和军呢 感觉到自己的欲望深情 感觉到自己的楚楚可怜 有时候刘和军 要是三天两天没来 他呢 就干脆骑着自行车 去找刘和军 刘和军有事的时候 往往还故意的 躲在角落里边啊 偷偷的瞄上两眼 当然 你不能真是偷瞄 看看转身就走着不行 你得是表现出来 我才偷偷的看着你 我想你想的不行了 但是我还得让你发现 我躲在角落里边 等着你呢 刘和军 毕竟是在港的干部啊 虽然就是个邮电所的所长 但领导安排工作了 你得硬着头皮干呢 这一回呢 又是两天没见着刘和军了 这柳梅呀 是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吃也吃不香 睡也睡不着 他呢 就产生了一个念头 我得跟我军哥商量商量 让军哥跟他媳妇离婚 我跟军哥做合法夫妻 哎 你说我军哥能同意吗 他毕竟比我大十岁 有三个孩子 他媳妇呢 又挺贤惠 人家庭也挺安安稳稳的 哎哟 柳梅是越想越着急 越想越嘀咕 后来再一和解 我有信心呢 我只要坚持 跟我军哥磨下去 接下来 我一定能打动他 我让他同意这件事 跟他媳妇过 哪如跟我过 舒服 这个女人呢 有的是办法 想来想去 回到屋里边 打开电视 看了一会儿又关上 拧开床头 小台灯 拿出来纸和笔干嘛 给刘和军写情书 情书里呢 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宝贝 你在想我吗 我一直在想你 我爱你 我想你 望你做梦想到我 我做梦见到你 咱们做一样的梦 好吗 各位呀 成年人的世界呀 现在中小学生写情书 都没这么肉麻呀 这刘和军呢 实在是太过分了 在镇上啊 口碑实在是太差了 县局领导呢 也不迁就他了 一气之下 把刘和军 就调离邮电所了 到了隔壁的一个小乡镇 当邮电所的所长 本来呢 想这么着 就断绝了刘和军 和那些女人的交往 可是这一下 最为难的是 刘和军的妻子韩宇 韩宇一想 他自己调出去了 这更整天整天不回家了 可怎么办呢 于是就把两个闺女送到他那 让他照管着 就想着俩孩子在那 你总不能无所顾忌吧 哪知道啊 韩宇算是打错算盘了 刘和军心里最惦记的是自己那个妩媚的女朋友柳梅呀 哪有心思管孩子呀 每回呢 都是把孩子咔嚓一下就锁在屋里 自己潇潇洒洒骑着摩托车 就去找女朋友鬼混去了 有一回又是一样 把孩子一锁 自己骑摩托车走了 这一走啊 就是三天 俩孩子呀 在屋里边也没人给做饭啊 那没吃的 他受得了吗 谁饿三天那也扛不住啊 俩孩子饿的 在屋子里边这就哭吧 哎呦 这一哭 就让隔壁的一个大娘给听见了 这大娘姓王 王大娘呢 身子骨也不是特别好 拄着拐杖啊 一天就找五六趟 哎呀 何君呢 刘所长呢 孩子哭呢 开不开门啊 没办法 最后只能让人把玻璃给砸了 给孩子送去吃的 后来呀 这孩子就跑出来了 给自己的妈妈韩宇打电话 就说怎么怎么回事 我爸爸把我们锁屋里 骑摩托车就走了 这一走走了三天 哎呦 给韩宇气的呀 找妹妹找妹夫 就商量对策 妹妹就说 这么着 今天晚上啊 咱们一块去那个柳梅那看看 看是不是能找到我姐夫 他们来的呀 也还真巧 过去住的呀 都是那种临街的平房 假如不拉窗帘的情况之下啊 你从窗户往里一看 你能看个一清二楚 这回这一看 嘿 刘和军就在里边睡觉呢 哎呀 天也黑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 这时候韩宇也气急了 这么着 进去我非得把脸给他打肿了 妹妹一把拉住他捡 咱可不能进去 深经半夜的 咱们要进去了 他们反咬咱们一口 把咱们打死了 谁救咱们呀 啊 确实妹妹担心的有道理 这算是非法入室啊 韩宇被劝住了 实在无奈之下 他们在附近的一个麦垛子旁边守了一宿 天亮了 这才进去 一进去 刘和军的脾气比他还大呢 干什么呀 来干什么呀 啊 一边说着 一边推着摩托车 就要赶去上班去 我告诉你啊 这事你不许跟别人说 要是说了 小心你脑袋 柳梅这时候构杖人士啊 也瞪着眼睛咬牙切齿的说 是啊 要是你们谁敢走漏风声 我叫你孩子没有妈 这话说的是多狠呢 柳梅呢 跟刘和军就一来二去的 就总商量着啊 你快点赶紧跟韩宇离婚吧 韩宇呢 就是玩命也不同意 柳梅无计可施了 想来想去得了吧 我弄死他吧 我弄死他 我就可以跟我军哥结婚了 他就托人 买了一把带弹簧的匕首 藏在包里边 想找机会 把韩宇就杀了 然后跟刘和军私奔 刘和军呢 也这么想 实在没办法 这也是办法啊 那女人活着是多余啊 弄死他吧 可是啊 他还是有点担心 我说 妹妹 这玩意儿弄死他 咱要跑不了 怎么办呢 啊 他又想起来之前 他好几回因为和别的女人鬼混同居 被公安抓住 关他几个小时 罚个三千五千的啊 找几个铁哥们凑一下找找人 很快也就出去了 可那是小事啊 这想杀人这是犯罪啊 临了临了 他还是害怕了 可是柳梅是下定了决心的 他就认为不走这条路 没有别的方法了 我一不做 二不休 鱼死网坡 可是柳梅没想到的是 自己才二十多岁 青春年华 长得又漂亮 你跟刘和军干嘛呀 你找哪个大小伙子找不着啊 啊 这柳梅呢 本来是想大晚上的时候 闯进韩宇的家里边 杀死韩宇 可是韩宇家呀 墙头特别高 又养着一条大狼狗 他也怕狗 那墙头他也爬不进去 这么着 他就一直在包里装着那把刀 什么时候找着机会 什么时候算 这一天这赶急的日子 机会可就来了 柳梅呀 也去赶急了 远远的就看见韩宇了 他跑过去一脚就踩在韩宇的脚上 就骂了一句 韩宇一看是柳梅这个不要脸的啊 还敢过来剁我一脚 这活也上来了 仇人相见是分外眼红啊 反正没说两句话 俩人就撕打在一块了 柳梅呢 比韩宇啊 年轻 再者呢 也比韩宇个高 也比韩宇有力气 揪着韩宇的头发啊 然后韩宇呢 也揪着柳梅的头发 反正俩人一边揪着 一边是又打又骂 柳梅这时候突然就抽出来 那把准备已久的匕首朝着韩宇的肚子就捅了过去 这一下子周围看热闹的都惊呆了呀 之前就想着俩女人打架 没想着动刀子了呀 这这女的够狠呢 人们呢就赶紧大声呼救 快来人呐 杀人了 有人呢 想去拦着柳梅去 有人干脆就跑到路边的那小卖部 打电话报警去了 出了这事以后 刘和军一看完了完了 我这仕途不保啊 把邮电所收的储蓄款20多万 直接就偷走了连夜出逃 随后被公安机关全国通缉 没过多久 柳梅呢 也被当地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 当地人民法院认为柳梅的行为 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 得亏啊 韩梅没有生命危险 法医对韩梅的伤情鉴定为重伤 伤残十级 于是按照法律的规定 判处柳梅 有期徒刑五年 赔偿含语医疗费 鉴定费 务工费 护理费等 共计一万两千元 至此 这场闹剧才算是最终落幕 这起案子讲完了 他能算是什么大案要案吗 不算 但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最后再交代一句 最终的结局 韩宇啊 是真可怜 丈夫入狱之后 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又病又气 很快就去世了 而韩宇呢 也落得一个终身残疾 弯着的腰 这一辈子都直不起来了 通过这样的案例 希望所有的男人 好好想想 在婚姻之中 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对吧 应该如何照顾好你的家庭 如何做一个有担当的好男人 对于女人来说 一旦遇到这种渣男了 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该如何及时止损 这是这类案件 所应该带给我们的思考内容 在过去啊 很多女人在遇到丈夫不忠 丈夫出轨的时候 往往都是希望 我去感化他吧 各位 这男人呢 是越贯越渣 你感化不了 你就玩命的跟他干 你再出轨 你再出轨 我跟你没完 对吧 你再出轨 我让你精神出乎 你再出轨 我去法院告你去 有这么两回 他没准能改 如果对于像刘和军这种 一来二去 说什么都改不了的男人 让他见鬼去吧 你还跟他过什么过呀 对吧 行了 今天内容啊 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词